试试冲着标题乐呵的点进来 哎呀别着急关嘛 呼机啥呢 接着往下看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生活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 不是没想过随便谈个恋爱 可生人不敢开口 熟人不敢下手 没有让人一见钟情的能力 可是呢又找不到日久生情的人 键盘上的王者 现实中的哑巴 躲得过对酒当歌的夜 逃不过四下无人间 期盼这个富裕美丽的人儿 可以看破我的寂寞和坚强 如果它真的出现 我会对它说 阿姨我不想努力了 什么 你叫什么 亲爱的我不想努力了 好了好了不闹了 大家好啊 今天我是不想努力的唇 不知道今天的开场 有没有戳中你们的心呢 你们现在是不是就是这种状态 扎铁了 不劳心 有多少不想努力的大兄弟们 评论里给我扣一我看看 我倒要看看 有多少抽不要脸的 爱做梦的人 其实呢 今天啊 就是想跟你们聊一个 特别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评论私信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 没钱 怎么谈恋爱 如何白嫖到一个女朋友 你看看 我每天给你们整这么多实在的 你们还白嫖 我现在该干点啥吗 不清楚 我来跟你们谈一谈啊 咱先不跟别人比较 就拿自己来说 你说你每天点个外卖 你都得选一个满简最划算 才能吃得起 你说你自己都活得这么辛苦了 这么不快乐 你还想找个人 幻想着他可以给你带来快乐 可现实是 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 好像还更难了 烦恼不仅没有消失 还更多了 而你的那些烦恼呢 终有一天 也会反作用到他的身上 本来是一个人的不快乐 现在变成了双倍的不快乐 你确定你会快乐吗 我知道 肯定有大兄弟在评论里要说了 那没钱就不配谈恋爱吗 我可没说啊 一个适合恋爱的人 首先要明白一个前提 你的生活应该因为恋爱越来越好 变得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快乐 而不是变得越来越贫穷 我一直认为啊 一个人有了喜欢的人 或者有了另一半之后呢 就会更加的努力 可现实生活中就是 很多人觉得身边有个人 心里有个人就够了 忘了关关难过 需要你关关过的生活 就只沉溺在那一丁点的爱情当中 你要记住 没钱当然可以谈恋爱 可如果那个你喜欢的人 给你带来的 不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好 而是让你原地踏步 甚至变得越来越差 那你多半不是真的喜欢他吧 他也未必适合你 离品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也不能抱着一种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幻想 灰公娘的故事那只是童话啊 你别忘了 灰公娘她爹高低还是个公爵呢 如果你是一个王子 你当然可以照高天下 选一个公主 肯定是吗 当然 如果你觉得自己虽然没多少钱 但是呢 你足够努力 足够快乐 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我是非常支持你 去寻找自己的爱情的 可是我个人建议你 最好还是要找一个 和自己条件对等的女生 对等的爱情才能长久 一个人想要的越多 他的付出也就会越多 如果说你们对于 所有事物的评价 都不在同一个坐标之上 那就算你们在一起了 那也很容易会出现bug吧 虽说真正的感情没有什么配不配 但是有些一致真的很重要 这些继续生活的认知 会长久的停留在我们身上 好多人之间的矛盾 其实就是这些认知的矛盾 时间长了 就会磨掉原始欲望 所带来的迷恋 造成一种知道不合适 但是又不想分的结果 所以大兄弟们 成熟一点 不要去幻想那些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爱情 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又觉得 生活又缺乏希望了 注定要孤独终老了 不管你现在是贫穷还是富裕 跟马云老师比 咱都是穷人 穷就不活了 穷就活该单身嘛 当然不是 有钱人 有有钱人的快乐 没钱呢 咱也要有没钱人的爱情 记住 单身不丢人 穷又不努力 还在硬装逼 露怯了 那才丢人 当然了 我知道有些大兄弟肯定要说了 我相信啊 除儿的大兄弟们都是有实力的 等各位老板发达的那一天 千万不要忘了 偶心力学的小女子我 除儿在这里谢过了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学习如何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吻会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 我来帮助你